接下來的練習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記證就是康鮮立體 只要是立體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程度的 都很簡單的題目 立體還有習體都這樣 他說他跑步200公尺跑22秒 請問你他跑得有多快 他跑得有多快 OK 這一次算就知道了 超難 真是超級世界恐怖男 真的假的 那我要找個男生 看你找兩個女生 要找男生 帥哥男都沒有 都沒有帥哥男 29 29 暫時算不出來 暫時算不出來 有人報 你那個是別人報給你的答案 沒有算不出來了 謝謝 花多少時間走多大位移 花22秒走200 所以9.09 按照你們的數學程度 你們會寫9.1 因為你們的數學程度比較爛 所以少數點低位 但是還是要變位才能夠進位 為什麼這裡是平均速率 200公尺方向一定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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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他方向沒有一樣 所以 不會是平均 如果是本校兩公尺就照一圈了 本校兩公尺就照一圈了 所以200公尺方向會有點轉彎 所以他沒有固定的方向 所以他是平均速率 而不是平均速度 很簡單的練習03 下一個叫練習04 也一樣的簡單 放煙火 然後呢 點燃之後趕快落跑 點燃隱隙後呢 每秒8公尺跑掉 跑到8 10公尺的時候 正好蹦掉 請問你他花了多少時間 花了多少時間 很簡單的一個小問題 也是麗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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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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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A 請坐 他沒刷 他怎麼知道 定義時間就是距離除以速度 速度是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時間是距離除以速度 所以呢 80公尺 80公尺 除以8歲 花了10秒鐘 所以10秒鐘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0次都很簡單 這都是很簡單的一個 公式的運用而已 只是位置出的位置 不太相同 很容易 OK 不讓我問得了 沒有